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 不一定对 也仅代表我们稀奇自己的想法 它其实本来是知乎上一个被广泛传播的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阅读一下打赏的原文 打赏的很多里面细节的描写 其实我当时看完就是几倍一凉的 原故是比较长 我也简单的讲一下 其实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天津堂姑的某国中学 打赏是当时这个学校一名高三的学生 在2013年4月25号距离高考只有43天的时间 打赏跟自己的同学还有潘伯文和另外一名同学 四个人叫小L在体育课打羽毛球 潘伯文不小心把羽毛球打到了一个学校里 废弃的宿舍楼的地下室里 然后这个打赏啊 潘伯文和小L这三个人呢 就一同进入到废弃的宿舍大楼去捡羽毛球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说羽毛球很值钱 进入到废弃的宿舍之后呢 潘伯文就表示说 哎 我怎么钥匙好像找不到了 是不是落在这个刚进来的入口了 于是打主就跟小L呢先去捡球 这个地下室本来很昏暗 然后两个人呢越走越害怕 所以呢也不想捡球了 赶紧本能的跑到这个光来的地方 其实是一扇门 然后打开门呢发现是学校的后门 然后惊魂未定的两个人呢 就赶紧回到教室去了 回到教室突然想起来潘伯文好像还没回来 这个时候恐怖的事件发生 周围的老师 同学没有一个人记得潘伯文 甚至知道潘伯文 而潘伯文的名字 在学校整个最完整的学生名单当中居然也没有 这样一个活生生 跟他们一起打羽毛球一起去捡球的人 就这样从生活当中完全消失 打主说这是他自己真实的经历 而且还提供了大量关于潘伯文个人的细节 比如说他跟潘伯文呢 本是初中就是同伴同学 也都是英语课代表 初中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 而当时每天放学呢 两个人都会一起坐107公交车 而潘伯文本人也是一个长得比较白 比较瘦 戴眼镜的男生 他的父亲呢在当地的一家国企工作 而母亲则在中原版货卖化妆品 而潘伯文妈妈呢 还送过打主的姐姐一套迪奥的彩妆 而且彩妆长什么样 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到了高中 潘伯文呢 并不是一个太活跃的学生 高一的时候呢 还和打主吐槽说政治课啊 写数学作业 然后被老师给骂了 但是潘伯文成绩却一直挺好的 能达到北达清华的水平 2011年的清明节 他还和潘伯文一起去看了 太达足球对墨尔本胜利队的比赛 正是这些的细节 让很多人都认为 那潘伯文就是真实存在过呀 是打主跟小L穿过那道发光门的时候 把他们带到了一个 没有潘伯文的平行时空 那么现在事件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要来验证潘伯文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于是我详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 扒了打主提供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来看 如果真的是平行时空 那这名打主当年面对潘伯文的突然消失 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潘伯文存在过的任何的证据给大家证明 然后我在贴吧里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 从图片来看 打主说潘伯文是在2013年4月25号那一天失踪的 而这篇帖子是在当年7月13号发出的 考虑到当年打主还要高考 高考之后开始寻找自己朋友的下落 感觉时间上是合理的 但是也不排除打主是看到了这篇帖子之后 顺着时间线 然后自己脑洞脑出了潘伯文的时间 打主说潘伯文失踪之后 只有小L和他记得潘伯文的存在 小L甚至因为周围的人都不记得潘伯文 而精神失常在学校里大闹 之后被家长带回家休养才好了一点 那我们再回归到自己学生的角度 如果在学校里发生了学生突然变得精神失常 大闹学校这样的事情 至少会有人记得吧 这件事情火了之后呢 就有网友问询了打主母校的那些老师们 但是这些老师跟同学呢 不仅不记得潘伯文的存在 也没有一个人记得 在潘伯文失踪那年有人发生了精神病 而这名小L呢 作为跟打主一样 唯二两个记得潘伯文存在的人 真实身份到现在也没有被扒出来 打主虽然有抛出他跟小L的聊天记录 而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 小L呢是不想再提潘伯文的事了 而从记录当中来看 潘伯文呢也确实是真实存在过 但是这种截图聊天记录呢 很容易伪造 说服力比较低 很难让大家信以为真 而我们再说到潘伯文 个人资料本身 它是1996年8月18号的生日 跟打主2013年同届高考 正常来讲 13年天津高考的学生呢 都是94年9月到95年8月出生的孩子 而潘伯文显然比班里 绝大多数孩子要小一两岁 所以可能潘伯文就是一个 比周围同学年龄小 所以性格也有些内向 白白瘦瘦挺萌的超级学霸 但是在高考前突然失踪 我们再看看打主呢 对自己的描述 他说初中学习成绩优异 考上重点高中 但是高中时荒废学业 本来呢是以为自己能够稳上难打 但是却高考物理雪崩没及格 那从这些资料看 是不是打主对自己的高考失败 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 然后脑洞出这些事情的呢 然后另外打主的这个社交媒体的 头像的风格呀 跟潘伯文这个人物的形象 感觉又有点太过相似 感觉好像是一个人 会不会这个潘伯文 其实就是一直存在于 作者脑海当中 假想出来的另一个自己呢 帖子引发大量关注之后 打主发文解释潘伯文呢 是自己为了缓解孤独 而创造出来的幻想伙伴 也称为是猪八 打主初中时代呢 因为被排挤 然后幻想出了一个生活在身边的小伙伴 在上了大学之后呢 渐渐没有了这样的想法 但是八月写那个文章的那一天呢 情绪再次失控 脑海中又再次出现了潘伯文 于是就洋洋洒洒写下了这个帖子 这是打主自己在澄清文当中说的 他已经承认了 这个事情就是自己虚构的 但是依然有大量的网友认为 打主很可能是迫于舆论压力 不得不站出来承认的 说实话 这个呢我们确实无从得知 因为人类有太多的未知 平行时空 宇宙审查观 是否存在 根本没有人敢给出确切的答案 但是打主啊 在解释当中啊 提到了猪八 猪八是一个小众的心理学概念 如果没有对其有相当的了解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啊我个人认为 打主呢其实从头就很清楚潘博文 就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朋友 并且为自己的幻想找到了一个科学落地点 有人认为打主就是患有精神分裂 人格分裂 其实不能这样说 打主呢并不符合这两种疾病的症状 我们来看一下区别啊 精神分裂患者呢是分不清现实跟幻想 像电影《美丽心灵》当中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大使呢 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 根本分不清身边的人到底是想的还是真实的 而猪八这种现象 是可以分清现实当中朋友和假想当中朋友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 而多重人格患者呢 则是被不同的体内的人格角色轮流控制 变成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 就好像是张一山演的那个《七个我》一样 猪八这样幻想的朋友 是不会控制主人格的 而到底什么是猪八呢 其实它发源于藏传佛教 是一种使用精神力量 显化物体的神秘学概念 类似于哈利波特当中的这个保护神兽 通过精神力量召唤出显化物体来保护自己 近年来也成为了互联网上一个小众的亚文化 而猪八爱好者们还建立了一整套主动创造幻想中伙伴的教程 我们再说回到潘博文事件本身 达主表示说自己在初中的时候呢 是经历了人际关系的排挤 内心非常的孤独 因此潘博文才开始出现在达主的精神世界里 帮助达主独自面对恐惧的情绪 虽然说幻想出这样一个朋友理论上很完美 来满足自己的社交需求 但是这种召唤出来就回不去的东西 更要三思而行 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现象会不会诱发精神疾病 但是潘博文的事件似乎我们能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稀奇 我们下期见